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16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5月16日今天宣布多个好消息 加拿大儿童福利CCB俗称牛奶金将从7月20日起增加 每个小孩最多涨126加元至6765加元 另外,5月20日每个小孩将一次性获得300加元福利补贴 最振奋的消息是,加拿大卫生部已经批准新冠疫苗进入的首个临床测试 如果成功,将会进行本地生产 加拿大人有望很快获得疫苗注射 加拿大牛奶金每年都涨,而今年将于7月20日起增长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年里,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最多可获得6765的牛奶金 而6岁以上至17岁的孩子最多可获得5708 这项免税的牛奶金将帮助有孩子的家庭购买食物、衣服 让他们能一起在家中展开各项活动 特鲁多说道,在这个特殊的不确定时期 全国所有家庭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这项福利 所以我们将会继续增长牛奶金 特鲁多还表示,从5月20日起 有孩子的家庭将收到政府给每个发放的一笔一次性的300儿童特殊津贴 以帮助家长们应对疫情时期的额外开支 总理特鲁多在16日进行的每日讲话中宣布 联邦卫生部已经批准在加拿大进行首个潜在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 此外,他还在讲话中提到了儿童福利金提涨、扶持加航此类、航空领域企业等问题 特鲁多在周六的讲话中说道 戴尔豪斯大学的加拿大疫苗研发中心已经获得联邦卫生部认可 可开始在那里对候选疫苗展开临床试验 特鲁多说,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将与潜在疫苗的制造商协作 确保一旦疫苗试验成功,便可在国内进行疫苗生产 如果这些疫苗试验取得成功 我们将能在自己的国家制造和发行疫苗 特鲁多表示,联邦卫生部至今已授权33个可辅助医治或治疗新冠肺炎的医疗方案展开临床试验 而今天宣布开启的临床试验 是首个在加拿大进行的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 联邦政府已经投资了近10亿新费用于支持抗新冠病毒的医学研究 包括2300万用于进行临床前期测试 以及在加拿大开展潜在疫苗临床试验的经费 以及2900万生产疫苗的拨款 专家表示,如果疫苗的临床试验取得成功 加拿大能在国内自己生产疫苗,将让加拿大获得优势 不过获准展开临床试验仅是向前迈了一步 在疫苗真正问世可投入使用之前 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研究和开发需要时间,而且必须要正确有效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特鲁多表示 根据加拿大食品及药品法,疫苗被列为生物药品 根据联邦卫生部的规定 生物药品与化学药品不同,需要更加严格的规管 特鲁多在讲话中还宣布,将资助1亿元给红十字会 以应对疫情时期增长的需求 特鲁多在努力为国民争取福利来熬过这艰难的时期 希望大家依然可以遵守社会规定 出行做好防护措施,愿加拿大早日春暖花开 维多利亚长周末已经到来 尽管被施成长贺锦和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 一直呼吁大家不要出去旅行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听劝 15日一大早卑试渡轮就已经涌现了大量乘客 甚至有航线的前三道航程已经满载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如果你不是非必要的第一线工作人员 一般民众能有所贡献的地方就是管好自己 不要给社会和医疗系统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乖乖遵守政府的呼吁 尽量的待在家里出门保持社交距离 勤其手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亨利博士昨天才耳提面命的提醒 这个长周末减少旅行非常的重要 偏偏很多人把这些叮咛都抛到脑后 尽管现在杜伦的航班已经大幅减少 载客量也减半为50% 但依然挡不住民众出游的心 尤其光是Towarsen到Dogpoint的航线 15日前三趟航程已经百分百满载 此外包括在维多利亚的Swarth Bay和海湾群岛的航线 载客量也接近满载 卑士杜伦公司发言人Marshall表示 Towarsen到Dogpoint这条航线之所以会出现满载 主要是因为目前Hushes Bay至Departure Bay已暂停营运 所以任何要登岛旅行的民众都得改搭这条航线才行 不过Marshall强调 我们还是要提醒民众 很多岛上的社区都已经张贴公告 要求若数非必要的旅行请勿登岛参观 包括阳光海岸 海达格瓦伊等都已经出了公告 我们呼吁民众请尊重当地社区的意愿 在这个长周末不要到这些地方去 除了别搭乘这种大型渡轮 卑士省的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也特别提醒 那些喜欢驾驶休闲游艇出海的民众 这个长周末也请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言外之意就是请你乖乖的待在岸上不要出海了 尤其现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很多卑士省沿岸的小型社区根本不对游客开放 就怕招来病毒 如果真的要出海旅行 除了必须遵守公共卫生准则 还必须确保整趟航线能够自己自足 带好足够的燃料 食物等所需物品 因为这个非常时期 可能没有人愿意给你提供这些服务 当然 不能搭渡轮 开游艇出海旅行 不代表你的长周末假期就会因此黯淡无光 亨利博士说 今年夏天将与往年大不相同 民众长周末可以在自己家附近找些想做的事 比如野餐或在自家后院享受阳光 而不是前往其他地方旅行 想要烧烤的人还是可以小规模的在室外进行 但要确保保持足够的身体距离 当然 那种大家分食的自足餐形式就免了吧 下周起 卑士省将进入重启第二阶段 迈出回归正常生活的一小步 大家仍需努力 可别让一个小疏忽 造成疫情重新攀高 把眼前得来不易的小成果又给摧毁了 根据FOX消息 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治疗公司声称 找到抗体可以百分百抑制冠状病毒感染 并在四天内把病毒从人体中清除 有望在疫苗前上市 目前正在等待FDA紧急授权 5月15日晚上 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索伦托治疗公司宣布 他们发现STI1-1499抗体可以百分百地抑制 新冠病毒复制 阻断感染 四天内清除病毒 有望比疫苗更早上市 这家生物治疗公司的创始人和CEO是华裔纪红俊博士 他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 80年代来美留学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从事生物制药研究 奇博士解释说 如果病毒无法进入人体细胞就无法复制 所以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利用抗体阻止病毒进入细胞 病毒最终会死掉并被身体清除 奇博士指出 抗体治疗没有副作用 可以作为预防疗法 可能比任何正在开发的疫苗都要有效 他说 疫苗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抗体 但如果你本身已有抗体 你不需要从疫苗中获取 Fox消息称 索伦托公司与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合作 开发一种鸡尾酒疗法 将由三种不同的抗体组成 可以复工以及接触过新冠病毒的人 提供预防治疗 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 来治疗艾滋病 这种疗法的应用可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 最大限度的抑制病毒的复制 使被破坏的机体免疫功能部分甚至全部修复 从而延缓病程进展延长患者生命 索伦托公司声称 最新发现的STI1499 很可能是鸡尾酒疗法中的其中一个抗体 由于药效高 他们还正在研究这种抗体 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疗法治疗新冠 索伦托高级副总裁 马克布鲁斯维克博士表示 抗体注入身体后 病人会对这种疾病产生免疫力 每个获得免疫力的人都可以回去工作 不用担心感染病毒 他们表示 他们每个月可提供多达20万剂 满足潜在的需求 目前正在等待获得FDA的紧急授权 虽然在过去100年里 抗体疗法一直都是预防感染的方法之一 但效果好坏参半 前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局长Scott 在最近的《华尔街日报》专栏指出 医生们正在从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身上提取血浆 并将它们注射到重症患者体内 由于这些血浆中含有抗体 这种方法略有成效 然而制约的是 从康复患者身上提取的血浆不够用 传染病专家团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称 有抗体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对病毒有长期免疫力 目前还不清楚 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和临床试验证明 有效性和安全性 然而尽管目前还在探索 但科研人员一直不懈努力 抗体疗法 抗疫新药 疫苗研发 已在路上 每一点点小进展都是希望 曙光在前 愿天亮不远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